影片开始前,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 OK,影片开始! Let's go! 来,海德!海德你开门海德? 杰克你好,你听到吗? 可以,海德你好,安安几岁哪里人? 四十出头,四川成都人,我现在人在美国 海外的前党员海德,你那边几岁啊? 对,四十出头 我说你,你那边几点? 我在公司啊,我投婚,你那边几点? 我这边好,我这边9点 哦,早上9点,我刚刚听到投婚了,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这样的 今天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那个 你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个call in的情况 因为我可能下下周回国 回国的时候,说不定到时来给你捧个场 诶,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可以啊,你来啊,欢迎你好不好 我需要像你这种有质量,有质感的咖 来给我通畅 不敢不敢不敢 也给中天的观众看看 好,谢谢 不过今天就是我们全家都已经回去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带我的孩子 万一一会他起床了,我临时中断 我先说个不好意思,万一 他现在睡觉 我想问一下 你还要背着太太跟我讲话 是啊 至于吗 他经常,我每次跟他说 我在网上跟网友聊天 他总是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甭管是男的女的,年纪比我还大 他就放心了 他就放心了 好了,来,海德,你说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每次希望来宾call in 我想问一下你到底是个什么形式 是想做成一个在线的这么一种街坊 还是想让大家像这样call in 因为在线街坊的话 我看也没有给大家提引导性的问题 让大家call in就算随便说 但是如果作为call in的话 感觉时间是不是有限制三分钟一个人 是吧 没有,我跟你讲 时间有限制是万一那个人很多 那我们节目时间又有限 但是主持人有权限 可以把call in的时间拉长 我们的设定是这样 所以你不用怕 你讲得好 我就把你时间拉长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那个节目 他跟我自己做call in不一样 他流程要比较紧凑 那你也知道我自己接call in 我的经验 妈的一堆话牢 那我 但我自己的call in 我就尽量让大家畅所欲言 但我在中间节目不可能 所以我还是要设个时间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内容 所以没办法 对对 但是我就想理解你作为主持人 肯定还是个理念 你觉得听你的意思 还是希望大家进来 那个free speech freestyle 进来说 还是这个意思 只是尽量紧凑一点 当然了 在我这边可以说脏话 在那边就别说脏话了 但其实内容差不多了 你都可以讲 好的好的 像我这种素质比较低的 我注意一下尽量不说脏话 要注意一下 好的 好吧 今天由于这个情况 我就随便聊一聊 话感话 跟着刚才的那几位说的话 聊一聊吧 不太成体系 首先是刚才那个哥们儿 过来说那个话 我觉得甭管他对赖清德认识正不正确 他对那个什么民进党认识正不正确 而军事上肯定是有些问题 为什么军事上有些问题呢 我们先不考虑赖清德 我们也不考虑美国人会制裁 也不考虑国际上的问题 就是说军事上 你首先第一点 你给了台湾动员的时间 就是你慢慢切向上 给台湾动员的时间 对 中国大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必须要动员的 因为这个军队从整体素质上 要更高一些 军员也更充足 他是一支有能力 以能启动的方式 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军事力量 所以就是能启动 就是说 我说打 就开始打了 然后 立刻可以开始火力气息 然后军队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驴肌的难尾 跨几千公里到朱日河去演习 立刻 几十个小时就出动 这是一直不需要 有动员的 零动员的 零等其中的军队 台湾军队需要动员 台湾有几百万亿南 什么阿兵哥 那个什么教招 对不对 一百万教招 你第一 你不需要动员 你是新式军队 但是你去给对方动员的时间 让对方慢慢动员 对 这就有问题 所以要速战速决 你甭管动员前 对不对 要速战速决 你甭管动员前的部队有没有用 对吧 反正是人嘛 发杆枪顶个钢盔 可以蹲战毫里 对吧 第二 这场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国战 你不打就算 你打起来就不能输的战役 是 这种有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军事冲突 你不能过多都得假设敌军的心理状态 你去假设敌军的心理状态 反正是干这种假设的 经常容易要翻车 希特勒当时打苏联就翻车 他说苏联斯大林搞大清洗已经失去了民心 苏联就是一个摇摇欲锐的土房子 我过去踢一脚苏联就会垮 那他就垮了 对吧 如果 不好意思 给我一点时间 稍等一下 我马上过来 好 听到孩子在叫了 这 希望他等一下老婆 不会让他不跟我们讲话 可惜的 可以 不好意思 我还可以再讲一会儿 来 快点 好的 他不能假设心理 对吧 然后最近的就是普京 普京打乌克兰也是假设乌克兰的心理 对 他给他的手下的士兵说 哇操这个乌克兰 我们过去就是心向我们 然后他就会投了 很多很多2022年去打乌克兰的俄军士兵 相信的是我过去秀一秀坦克 乌克兰就投了 你不能假设对方的心理 你假设对了当然好 假设错了呢 不负责任 对不对 军事战略上讲 这两点就是不对的 那么再进一步 从战术层面上讲 也是很有问题的 你觉得先占一个岛 再占一个岛 再占一个岛 那个岛要是能占 毛泽东主席当年就占了 对不对 金门炮战的时候占了 为什么要留着 说明留着对我们有利 对台独无利 你去把这个岛占一个 占一个 这啥讲不通 最后 最最不对的地方 就是仗如果要打 应该怎么打 这个事情我觉得 基本是无疑虑的 所有说什么解放军要先占东营 要先干什么的 都是台湾人在讲 解放军要打这个仗 你要想一想 第一是一个 事关前途命运的一场决战 第二 这场仗你一定要考虑 我只能赢不能输 仗的规模不由我过去 那么而且还有可能美国人很严重 我一定要保证 就要尽我全力去打 不能允许 这个 特殊情况的出现 那么第一步走只能是火力气息 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 你就像要打一场大仗一样 第一步是火力气息 火力气息的话 他除了从战略上讲 像火力气息之外 他也符合现在一般这个国际上 就近7年发生的 这种大规模局部战争的 一些基本规律 就是说如果你能重火力的话 你能冲飞放火你的火力优势 下给后期地面部队的压力就会变小 第二 现在反正越来越表现出了 如果要进行火力气息的话 那么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进行的火力气息 它同样的弹药投射量 会有更好的效果 而且效果要大得多 这就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俄罗斯打乌克兰 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说大家觉得俄罗斯火力强盛 一会儿炮兵 一会儿火箭炮 一会儿这门那门好像很猛 真正上去打的时候 感觉绵软无利 绵软无利 大家觉得是 为什么会绵软无利呢 后来看统计 俄罗斯开战的头一个星期 它投射的精确制导弹药 只有一千枚 就一千发精确制导弹药 用了一个星期 你想那个精确制导弹药 每一个导弹 我就给他算300公斤 真的贡 对不对 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投了300吨的精确制导弹药 美国当年去打萨达姆 沙漠风暴行动42天 总共落弹量是8万吨 其中有根据不同的统计 有点不一样 但是有1万吨到1.5万吨 就是总投射量的15% 战争开始的 头24小时扔下去的 我炸了42天 但我头24小时扔了15% 这才是正确的火力打击手段 那个还是30年前的战争 再进入下一次军事技术革命的时候 头刚开始的火力气息 由于你之前通过什么天机卫星 然后长年的侦察 对方目标的位置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 对方进入战术机动之前 这个火力打击 由于你的打击手段更加精确 效果更加好 更加应该强调 头24小时的大规模的火力投送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 就分两个情况 一个是我不开火 我不会开枪 那是情况一 不会开枪的话 你要想什么封走 那是一回事 一旦决定要动枪 动枪的正确方式就是 能启动火力气息 通过24小时的时间 对台湾的整个战争体系进行摧毁 然后刚才那个大哥还说 我要考虑伤亡对不对 你24小时的火力气息大 把它越猛伤亡越小 因为你火力气息的 首先是解放军不会进去 是火力进去 在台湾军方面 你攻击的主要目标 是台湾这些年购置 和少部分制造的那些 很高价值的 高技术的那些兵器 他们跟他们的人员密度并不高 你优先摧毁的是 远程警戒雷达 那个乐山雷达 还有当年造的那些长白雷达 然后是摧毁以这个爱国者和天工为代表的 防空反导体系 摧毁这些反导体系的时候 一个连拿出来 比如一个爱国者连 10台车 对吧 其中有七八辆是那个发射车 这些发射车都不用打他 你只是要摧毁那辆 指挥车和那辆雷达车 这个连就报废了 连就不会发挥任何作用了 而且这些东西是从美国买的 你把雷达打掉之后 它没有办法生产 废了 你把雷达车打掉 把指挥车打掉 有可能不会造成伤 不会造成伤亡 然后接着你要把所有的空军基地 要进行火力气息 火力气息空军基地是优先摧毁跑道 跑道摧毁之后 确保后面的那个远程 那个长大级长寒食物人机进来之后 确保它无法触动重型机械 对跑道进行修复 它没有办法修复跑道 它的飞机就全部在机库里面 对 然后你可以通过巡飞弹 通过精确打击武器 慢慢地去摧毁飞机 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火力打击打的越不会有人员伤亡 然后你通过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无人机巡飞弹的20小时 火力打击结束之后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停一下 能不能进行下一步的政治解决 还是进行作战行动 你如果要停一下 只能在这里停 一定是火力气息结束之后 台湾的现代化的作战体系 基本崩溃之后 你才能弹停 手作不能停 你停的话 其实对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 也是对解放军不负责任 对 所以我每次看到什么 一会大陆要去站踪影 一会大陆要去干这个 但那个 我就特别搞笑 打你就算了 一定是零启动零时间 火力气息 嗯 这个就是 这边聊一聊了 嗯 然后我最后吐槽两句赖清德 我就吓了 好 不好意思 没事 这个 我发现大家好像 就是赖清德讲的话之后 这个大家都反应 杰克你也反应 都可以理解了 做媒体的 对 我们知道追踪时事热点 是 是吧 但实质上 赖清德说了什么呢 赖清德其实什么都没有说 嗯 赖清德讲的那个话 我给你翻译一下 整个话就这样走 他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对不对 他是不是应该 我期待他是不是讲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就独立了 嗯 那独立 台湾要就是 就是中国大陆认定的台湾独立 就是法力台独嘛 嗯 我以为他上去要讲这个 嗯 法力台独 就是要修改宪法 嗯 然后就独立 对不对 修改宪法 进行独立 嗯 赖清德讲的是 中华民 按照中华民国现行宪法 我们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嗯 讲的不就是这个吗 嗯 我记得说的是什么 我记不太原话了 大概是说是什么宪法 是 作用中华民国 然后什么 这个中华民国的公民所在的地方 就是就是我们的领土 然后所以怎么怎么样 最后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什么之类的 嗯 他说了一堆话 他等于 一个很 下面人听着觉得好像 哇他做了这个重大的什么进步 比赖清德 跟那个 蔡英文相比是一个 哦 怎么怎么样 实质上他什么都没有说 嗯 没有在实质性的法理财图上 向前迈步 嗯 我听完就这个感觉 然后大家又又又又又又一通 这个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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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一通好像很紧张 我觉得赖清德这种人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说着玩了 他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对台独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他对实质的台独我找不到有什么明确的贡献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嗯 以台独为噱头的务实的选票收割机 对 他每天出来说台独 下面的绿营就投票给他 嗯 投了之后你让他当八年 台湾 你可能以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更紧张 但是就台独的法理台独的进度而言 八年之后什么样 现在什么样 八年之后什么样 嗯 他就这种人从 我看 我个人感觉 就这个人说 首先第一 能不能台独不是他说了算 现在完全不是他说了算 是美国人说了算 对 美国人 这个我以前也讲过的 对吧 美国人如果觉得这个时候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 赖清德宣布法理台独 可以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全都吃回去 嗯 美国人觉得这个时候需要跟中国发生冲突 他觉得这个时候通过台湾为引发生冲突 可以有效的遏制中国崛起的进度 对吧 这样美国能够从中余力的话 赖清德想维持现状他也维持不了 嗯 美国爸爸说明天你就去选择法理台独 他敢不读吗 嗯 第一不由他决定 第二我觉得现在的这些选票收割机们 他们的心态和当年真正对台独做出贡献 像李登辉那些是不一样的 嗯 李登辉那个年代李登辉本人他有能力 嗯 也有决心 嗯 同时他是有这个方面的信仰和政治诉求的 嗯 他在两脚时代引稳那么多年 嗯 他是真正的能够为台独做出工作 嗯 赖清德这样的人 嗯 他有什么有什么这些呢 我我每次看到赖清德我就想起什么呢 我就想起了三国的时候 嗯 三国的时候这个 嗯 鲁肃去劝孙权不能投降 嗯 他说主公啊 我们能投降 你不能投降 嗯 我们为什么能投降呢 嗯 就我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能投降呢 嗯 我等降草累官亦不失周俊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 赖清德这样的民进党高官这样的意思 我到时候台湾真的能不能独立 so what 能独立 我当台湾总统 嗯 不能独立我两边可以吃 嗯 我看到情况不好了 我立刻转变成统一爱国人士 嗯 哎 在中国大陆这边 我弄不好还能搞个省 省级领导干部干一干 嗯 如果最后走得太远了 确实大陆去不了了 我到美国那里去 嗯 我在美国这个民主 都是这个自由代表 我开开心心过日子不好吗 嗯 他这个心态就 用中国大陆现在的说法是很有松弛 有种松弛感 嗯 是那种 没有什么进步空间的高级公务员特有的 的心态 嗯 嗯 而且我看美国民主党好顿这样子 嗯 卖这个芒果干 搞这个独立宣讲 嗯 然后把选票搭了 上去该吃钱 该吃钱 该享受权利 他真的对台湾做出什么 实质性的变动吗 嗯 至少在走向法理台独这条路上 我看变动不大 嗯 同时呢 他一天到晚就宣讲台独的理论 人们的观点就在台独上面 嗯 就不会对他的施政的理念 他做出了什么贡献 这个台湾这个地区的经济 民生 各方面都不看 嗯 对他的压力非常小 他作为一个应该管这些事情的人 他都可以不管 嗯 就每天 做这个宣扬台独的选票收割机就好了 嗯 我感觉他们都很有松弛感 嗯 我看台湾的政治人物 可能就只有民进党的前主席 代表那个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没有这种松弛感 嗯 我看民进党这般人很多都是一种松弛感 嗯 所以一天到晚看他们表演之后 我都我都觉得哎 就是表演一下 大陆也是这样的 大陆是你出来讲的话 我要我要回应你一下 嗯 回台军演的兵力触动规模 上电视的 一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三架飞机 嗯 两个 两个那个 远程 远程火箭炮的炮车 还有两三个那个 那个 战术地理导弹 就说你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你发了这个话呢 我不能回 不回应 我回应一下 也就只能这个规模 嗯 你这个事就只能当这个规模 我就意思意思 嗯 基本上然后过来就就就就就把你当屁一样放 嗯 这个事情感觉就是 不重要 嗯 嗯 台湾真的要掌握 嗯 我就说完了今天 不成体系不好意思 我最后把我之前的观点重复一下 我就完事了 嗯 台湾如果要独立 那你就只能是美国的棋子 嗯 只能是美国的棋子 嗯 那么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博弈的棋盘上 中国和美国是棋子 是棋手 嗯 来决定你的命 你永远不可能重要 你说什么都不重要 对 重要 你怎么才能重要呢 你怎么才能真正的把握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呢 嗯 是出来跟中国大陆谈判 没错 你出来跟中国大陆谈判 你就是 是谈判桌上的另一头了 对 你才能够把握自己的前途与命运 没错 因为棋手会给你谈判 对 你想马英九一个过气的前领导人 嗯 到中国大陆来 嗯 三个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里的人出了三个跟他对谈 嗯 美国总统来都没有这个都都都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待遇 嗯 嗯 这就是跟你说 你只有出来谈判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命运 嗯 一天在那儿 嗯 搞台独只能当棋子 嗯 那么我看泰尼庆德还是很清醒的 赖丧还是很清醒的 对吧 我既然是棋子 那我就是 安心的当好我 以台独为为噱头的这个选票收割机把日子过好 嗯 对吧 以后风云变换 我爬到这个位置了 美观亦不识周俊 挺好 要有松弛感 嗯 嗯 好 好吧 说着玩 非常谢谢你啊 以后以后以后 以后没有孩子被刺的时候 我再给你 好 一点比较比较比较完整的话题 欢迎 欢迎欢迎 OK好 非常谢谢你啊海德 OK好 谢谢 好的 拜拜 拜拜 好 来 那个 我要谢谢 YT的donate 谢谢这个 Ruigi Lu 好 好 谢谢微信 斗内 谢谢 好 嗯 来 今天人太多 我没有办法接完 我 那个 现在 周末 我就不接太久了 好不好 那个祝大家周末愉快 OK 因为我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节目 所以我call in时间就不拉长了 那就大家周末愉快了 今天就接到这边了 那还没订阅我频道的 欢迎订阅我频道给我支持 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然后直播影片完整版会放在会员专区 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 加入频道会员可以看我直播影片完整版 还有加入白金会员可以看白金会员专属影片 还有白金会员专属直播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大家周末愉快 晚安 拜拜 再见GG surprise 现在是工商时间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 我的YouTube频道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 叫做白金会员 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 加入白金会员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成为高级成员喔 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 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还不加入 还不加入 赶快加入